教育局表示正是跟進疫情發展 會盡快公布服貨安排 中小學和幼稚園 由上個月中開始先後停貨 直到聖誕假期 教育局表示正是密切跟進疫情發展 以及聽專家的醫學意見 會與學界保持聯繫 盡快公布並通知學校有關安排